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CCTV5直播广东两核心获缺症 李屯江手握三大优势 获送杜峰手败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CB的常规赛 众所周知 在今天晚上 CB常规赛将会迎来一场焦点大战 那就是备受球迷们期待的 石头大战 广东队迎战上海队 到时候 CCTV5也会进行 现场直播 欢迎球迷到时观看 那么本场比赛充满很多的看力 那么首先在赛前 广东队已经取得三连胜 而上海队取得两胜一负的战绩 在上一场比赛中 上海队爆冷输给了北京首钢队 因此本场比赛 李屯江指导肯定不乱接受两连败的局面 势必会 传逆反击 触底反弹 因此在整体的求生入望上面 也属了上海队占据一定的优势 那么另外 就是广东队的两位核心球员 杜仁旺 益敬林本场比赛 依然出战成一 众所周知 益敬林在首秀之后 大腿遭入撞击之后 已经连续缺席比赛 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 益敬林是否能够 登场比赛 将会成为 比赛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益敬林 无法出战的话 那么 上海队在内心方面 将会占据 巨大的零星优势 因为啊这个王哲宁 个人能量非常突出 面对广东队的 真凡日和苏伟的话 王哲宁 应该能够 帮助球队 战得心急 那么另外 杜仁旺 一直缺席 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本场比赛 是否能够 驱战 也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那么另外 对于李群江 和杜峰而言 双方都是 非常的熟悉 李群江作为广东队的 公选人物 曾经带领广东队 经历了 不可一世的 洪然王朝 现在 李群江成为了 上海队的 新人主帅 面对救助 李群江 肯定希望 再次证明自己 那么 李群江的手上 握着三大优势 也许 会送给 杜峰新赛季的 首场司令 到底是哪 三大优势呢 首先 第一个方面 上海队 对阵广东队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拥有外软优势 目前广东队还是采用传华般的阵容 而上海队的 超级外软 富兰克林 个人得分能力 非常的突出 在上一场比赛中 富兰克林 犹如 遭受 父亲 突然离世的 伤痛 表现不佳 那么本场比赛 富兰克林势必会迎来触地反弹 将会给广东队制造很大的麻烦 那么第二个优势啊 就是上海队 风险上面的优势 众所周章 上海队拥有两位 非常 优秀的 风险球人 刘真 可兰白克 再加上了 大清风 任俊威 面对广东队的周鹏和任俊飞呀 应该是 拥有一定的优势 而且呢 这个任俊威和任俊飞 兄弟俩的同场对决 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 其实啊 对于广东队而言 他们阵容上面 目前呢最大的胆板 就是风险实力 偏弱 犹如啊 外软 维姆斯 还没有归队 那么广东队 目前的风险 重任呢 就压在了老将周鹏一个人的身上 如果说周鹏表现不佳的话 那么广东队在风险上面的 很有可能会被上海队打爆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李军江 豆腐 弟子 杜峰 也是值得求你期待 众所周知啊 李军江 作为C边临赛的 大牌教令 拥有深厚的 执教经营 特别是对于广东队的整体打法 以及 土地杜峰的执教理力 是非常的清楚 因此啊 李军江 肯定会做出 应对的措施 提前了 用自己多年的执教经营来克制 杜峰执道的进攻 那么其实啊 从数据分析上面 上海队 目前的场军得分啊 排在全联盟的第一名 可以看出 上海队的进攻火力非常的充足 那么因此啊 如果说广东队 无法克制上海队的进攻火力的话 那么上海队很有可能会爆了哪下 比赛的胜利 球迷朋友们如何看待本场比赛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好嘞 嗯 好嘞 这些呢 感谢观看